破一瓶无名正义分发身 如不思议写脱境界 吉祥云这是破一瓶无名 所以不思议境界就是一阵法界 诸佛境界就是滑藏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这个境界在哪里呢 下面讲得很好 一切法界皆周变 一切法界指的是舍法界 舍周变 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也在滑藏世界里 也在极乐世界里 我们见不到滑藏 见不到极乐世界 见不到滑藏 是我们没有能力断一瓶无名 如果我们在此地 尽司翻了断了 沉沙翻了断了 无名破一瓶了 我们坐在此地 就见到滑藏世界 我们就享受滑藏世界 这正是佛在经上讲了很多很多遍 静随心转 不是心随近转 心随近转是凡复迷惑到所以然处 心被境界转 真正觉悟的人 他自己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 就是静随心转 心绝不随近转 心不随近转 才叫做得了主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 六根借出外面六层境界 顺自己意思 其贪心 不顺自己意思 隐无其晨慧心 你的心被外头境界所转 真正 真正做得了主 有功夫的人 六根借出 六层境界 顺自己意思 不起贪心 不顺自己意思 不顺自己意思 不其成慧心 再说一下 你顺不顺这个意思都没有 这个叫自己做得了主 这叫功夫啊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了 楞严经上说得很好 不会被外境所动 你就进一步 能转进界 若能转进 则同如来 佛教给我们这一招 这是真的呀 华藏极落在哪里 就是现在呀 华藏极落里头 哪有灾难 什么样的劫呢 都化劫了 都没有了 这才是真正 自度度他之道 所以一定要晓得 一切法界皆周边 我们见不到极落世界 是我们念佛的功夫不成熟啊 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 在净土圣仙录里头也看到 人念佛功夫成熟 要往生了 跟家人告别 家人问他 极落世界在哪里呀 就在个别房间里呀 你们想想看这个话的味道 极落有没有离开娑婆 没有离开呀 这个话诸位乍听到 会听得很迷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现在我们用比喻来讲啊 你也能够容易体会 就像你看电视 频道不同啊 你现在看这个频道 这个画面 极落世界是另外一个频道 一播 还是这个画面 没有离开这个荧幕嘛 你们从这就想 虚空发界 无量无边 都是在一个大荧幕 频道不一样 随便你播 你播到极落世界 极落世界先前了 还是这个荧幕上 并没有换一个荧幕啊 这就是一切发界 接着别 怎么样能够调整我们的频道 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的所在 今天大家传说有大劫难 我们频道一条 一条 一条 调换 劫难就没有了 要懂这个道理 这是真理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但我们会调整频道 我们还要有能力突破频道 什么叫突破频道 在一个荧幕里头 所有频道我们统统看到 这叫不思义 一般人叫神通啊 你会调整 你不能突破 还是可思可以 你不需要调整 一切都突破了 不思义 泄脱境界 就泄脱了 这个泄脱境界 这个名词用我们今天 今天用突破 这个名词来解释 大家好 突破六道 突破十八经 现在科学家讲 突破一切不同的时空为次 能不能突破呢 能 为什么知道能呢 佛哥我们讲了 十八经 从哪里来的 不同时空为次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三多空间 四多空间 五多空间 无数多的空间 从哪里来的 佛知道啊 这些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法界 就是从妄想分别 执着里头变现出来 但本来没有啊 本来法界就是一真 所以一真法界 就是禅宗里面常讲的 父母为生前 本来面目 主要晓得 我们的本来面目啊 是一真法界 现在我们把一真法界 变成非常复杂的法界 变成一切法界 怎么变得呢 妄想分别执着变得 你既然晓得 这个四是真相了 那解决很 就不难了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不就又恢复到一真了吗 恢复到一真之后 你就永远住一真法界 那就是祝福尽界 可是无量无边的法界 存不存在呢 存在 这就是这 你成佛了 别人还没成佛 你一住一真法界 他还是住十法界 十法界跟一真法界 有没有冲突呢 没有冲突 一切法界在周边 有没有冲突 因为你没有冲突 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冲突 在这一切都没有冲突 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冲突